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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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续还会再增加一些 另外人保电子有新增一名职场确诊者 是否决定人保全体1559位同仁 从今天开始再做一次PCR检测 同时二采后还会发放每人两个快筛试剂 追踪有无应转阳个案 台北市长客问者积极推动疫苗护照 周四将与中央讨论 以台北通APP借接健保资料库 不过此举备质疑会善致保留民众个人资料 挪作他用引发批评 这是技术决定你的应用面 所以我们要等明天中央跟我们讨论完以后 那个资料到底要怎么给 我们才决定说他怎么应用 不过是这样 初期其实第一步是我们是对 常常是这样 我们对业者的要求会比对顾客要求高 台北市在这个时候推这样的政策 其实是功能跟目的不明 本末导致 他真的能够跟中央的数位疫苗证明来抗衡 或者是会比中央受到欧盟国际认证的数位疫苗证明更好用吗 我想答案应该很清楚 所以我认为台北市政府不应该 在对台北通有这种近乎迷信的执着 而应该回归务实跟理性的来看 不要再跌床嫁屋自以为是 国内版疫苗数位证明中央预计周四公布相关细节 周五开放民众申请 北市立推疫苗护照 但由于需要借接民众疫苗施打资料 要等中央点头 陈时中昨天表示将研议如何在资料最小暴露之下 满足北市的相关需求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从1月19号开始 美国飞往中国的所有美国航班将被取消 而这个情况持续至少两周 纽约旅游业者受访时表示 前往中国的航班已经全部被熔断取消 最快3月底才会有机票 CNN报道指出 随着临近北京冬奥开幕 加上中国新年的出行高峰期 中共为了加强防疫 可能要求所有美国飞往中国大陆的商业航班取消或停飞 至少维持两个礼拜的时间 也就是北京冬奥会举行期间 有纽约的旅游业者表示 目前基本上前往中国的航班已经全部被熔断取消 最快3月底才有机票 1月4号以来 中共多次发布熔断指令 今年以来 有70架飞往中国的美国航班遭到取消 疫情之前 美中之间的航班大约为每周100多班次 如今减少到每周大约20班次 新唐人记者柯婷婷纽约报道 立陶宛有台遭受中共经济压迫 欧洲议会41名议员17号联名致函欧盟领袖 强调欧盟各成员国有独立发展对台湾关系的权利 呼吁欧盟团结支持立陶宛并采取实际行动 捍卫欧洲免受中共恫吓 立陶宛经济创新部长周三将与欧盟高层讨论 如何为受到中共经济压迫的立陶宛公司提供具体援助 立陶宛经济创新部长阿尔默奈特 周三将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维斯塔格讨论 协调如何为受到中共经济压迫的立陶宛公司 提供营运资金贷款等具体援助措施 去年10月 在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上 欧盟就表达将加强与台湾关系 欧洲议会对众关系代表团团长鲍瑞汉 外国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主席格鲁克斯曼等41位议员联署 致函欧盟领袖 呼吁欧盟团结支持立陶宛并采取实际行动 也提出警告 如果不能适当回应中共对立陶宛的非正式贸易禁运 将会使北京更胆大妄为 采取进一步胁迫 先前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伯吉斯接受外媒访问时表示 中共压迫是否奏效 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欧盟国家的态度 立陶宛能独立承受的压力有限 要是欧盟能团结一致 就能明确地告诉中共 这样的行为是违反欧盟规则的 法国欧洲及外交部长乐德里安也对立陶宛表示支持 承诺法国将在欧盟轮值主席国任内 加速推动反经济胁迫措施的立法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建伦张元亭综合报导 台湾美国商会19号公布 2022年商业景气调查 大力肯定台湾的经济表现 也看好未来三年景气展望 还有6成5商会成员支持台湾加入CPTPP 不过商会方面也提出不少建议 除了建议放宽松绑边境管制的措施 今年超过半数的会员 对能源供应的稳定性表示担心 美国商会从2021年12月1号到2022年1月7号进行调查 多达87%的企业会员对台湾未来12个月经济表现表示信心 83%对未来三年台湾经济前景高度乐观 超过9成企业力挺未来一年营收成长预期 不过台湾美国商会会长施力程也指出 多达8成会员觉得台湾现有的边境管制 造成短期商旅或工作签证运作影响 91%的会员觉得应该放宽边境管制措施 肯定指挥中心思考与病毒共存 不强制清零符合国际趋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竟然有78%的企业对于供电稳定表示担心 超过7成担心电网任性 也对台湾电力成本率能进展表达关切 美国商会也建议台湾与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 洽签经贸协定65%的会员支持加入CPTPP 此外2022年全球通货膨胀问题 不可避免 但台湾物价表现相对平稳 也希望能够继续维持 新台来的电视 林玉堂 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 研调机构IC Insights预估 2022年全球半导体产值渴望成长11% 将是25年来首度连续三年产值成长两位数百分比 2020年全球半导体产值成长了13% IC Insights估计 2021年全球半导体产值再成长26% 全球股债势18号同步下挫 美股开低走低全面重挫 主要是美德公债值利率占上至少两年来最高峰 价格反向走低 因投资人预料 美国联准会可能会采取更激进的货币紧缩政策 18号台积电ADR大跌了4.86% 微软投入687亿美元 约新台币1.9兆元 收购游戏大厂动视暴雪 创游戏界记录 游戏累股早盘上涨 多档个股涨幅超过半根停板 华硕19号宣布 攜手扬名交大关渡医院举行签约仪式 华硕董事长施崇棠表示 华硕将全力打造关渡医院 成为华硕第一个次世代医疗资讯系统数位原生医院 目标在2024年完成全院系统更新 开启引领台湾的智慧云端医院模式 新台人亚太电视整理报导 中共称国际包裹传病遭广泛驳斥 另外北京冬奥APP存安全漏洞 运动员被监控手法曝光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要回来的 诶 等一等 微生物PM2.5 TVOC 可以进来了 可是臭氧还在 臭氧 全球臭氧空污危害已超越PM2.5 IPI空气清淨机 UV臭氧双重抑菌科技 活性碳过滤 搭配臭氧分解技术 四大功效一击搞定 远离臭氧危害 守护家人健康 IPI空气清淨机 台湾是蓝岛文化的花园地 在这个特殊的天后和水土 孕育出世界独特的牛樟枝 耗风生剂以全球最先进蛋白质体 及天然物精粹技术 进行多项牛樟枝新药开花 我们不会让喊病边炎化 我们专注提供炎花协助 北京卫健委宣称发现的第一例 欧默狂病例可能是被国际邮件感染 此言论引发加拿大及国际社会的广泛驳斥 来看分析报道 北京在上周末通报了首例奥米克戎感染病例 此人近期既没有离开过北京 也不是密切接触者 北京市疾控中心17号表示 该病例可能是因为接触了 从加拿大寄来的国际邮件而被感染 该包裹途经美国乡长等地后抵达北京 中国邮政已发布通知 规定国际邮件到达中国后必须进行消毒 处理国际邮件的工作人员 必须穿戴个人防护用品 并接种疫苗加强剂 当局也要求民众 尽量减少购买海外商品 或接收来自国外的邮件 国际媒体纷纷质疑北京当局 所谓国际邮件传播病毒的说法 世界卫生组织早已表示 冠状病毒在活体动物或人类宿主身上 才能繁殖和生存 无法再包装表面繁殖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在其网站的 COVID-19预防页面上明确写道 无需对邮件或包裹进行清洁和消毒 加拿大邮政在网站常见问题页面 就处理邮件和包裹是否安全的问题 明确回答说 一般而言 由于冠状病毒在表面上的存活能力较差 因此 经过数天或数星期运送的产品 传播病毒的风险较低 目前 没有证据表明进口商品或包裹 会传播COVID-19 加拿大卫生部长杜特洛斯 用忍俊不禁的态度 说出非同寻常四个字 来回应北京当局的观点 加拿大保守党主席奥托尔 则用非常滑稽一词做回应 欧洲疾病预防通知中心 在其网站上也明确说 新冠病毒在值班表面的存活时间 最长不到几小时 2020年初 新冠在德国北威州爆发以后 德国的波恩病毒所 研究了新冠爆发严重地区的500个染病家庭 对病人有过接触的各种物体表面 进行了取样 样品同时进行PCR检测和病毒培养试验 结果发现 病人接触过的物品数小时以后 PCR检测是阳性 但病毒培养并不能培养出病毒 说明病毒在物体表面存活时间 一般仅有数小时 我们看一下北京这里 奥米克戎新冠确诊病例的时间线 快递于1月7日至加拿大发出 1月11日签收 签收者也就是内力 奥米克戎新冠确诊病例 那么算下来 从加拿大发出到收件人手中 差不多5天时间 新冠病毒是不可能在物体表面 存活这么长时间的 从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的 关于新冠病毒的科学知识的角度 是说不通的 新唐人记者李兰 纽约采访报道 北京冬奥会要求各国选手 安装的手机应用程式内 被研究机构发现 暗藏网络安全风险和政治审查 被审查的敏感词有哪些 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又该如何自保 带您了解 根据北京冬奥官方手册 所有进入北京的各国运动员 教练 记者 工作人员等等 都必须在14天内 在手机上安装一款 叫做我的2022的手机软件 上传疫苗接种证明和病毒测试结果 并每天报告健康状况 软件还提供一系列功能 包括实时聊天 语音音频聊天 文件传输 观看新闻等等 然而专门从事数字安全研究的 非引力机构公民实验室 18日发表调查报告 发现这个北京强制加装的手机APP 不但有网络安全风险 还会审查所谓的敏感词 报告中写道 我的2022的SSL证书认证 也就是确保只在可信设备 和伺服器之间传递信息的协议 基本上是无效的 意味着软件存在严重的加密漏洞 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就突破对用户的语音和文件传输加密 不过这个漏洞会是中共政府 故意而为的吗 报告说中共确实曾通过破坏加密技术 来进行政治审查和监视 也利用过未加密的网络通信 发起过攻击 而且我的2022软件政策中规定 中共政府可以在涉及 国安失误和刑事调查的情况下 不经用户同意就共享其个人信息 另外研究人员还在软件中发现了一个敏感词审查表 是一个党名叫Illegal Words 非法文字的文件 其中包括2442个关键词和短语 大部分是简体中文 也有一部分维吾尔语 藏语 繁体中文和英语 那么敏感词有哪些呢 有涉及中共政府机构和领导人的词汇 例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名字 中共国务院 国家知识产权局等等 还有一些北京认定的敏感词汇 包括法轮功 六四事件 古兰金 达赖喇嘛 以及新疆维吾尔人等等 报告说 我的2022软件不仅违反了谷歌和苹果的相关政策 也违反了中共自己制定的所谓的隐私保护法律 报告也给出良心建议 表示在必须使用这款软件的情况下 最好通过虚拟专用网络 也就是VPN连接到互联网 人人组织保护卫是一份最新的报告揭露 中共从2014年起实施的猎狐行动 不仅践踏人权 还侵犯别国的司法主权 而中共在抓捕他们所定义的逃犯过程中 把打击的对象延伸到意见人士 人权活动家 记者 宗教团体等等 中国政府在2014年启动了猎狐行动 2015年又推出了天网行动 猎狐行动便被纳入其中 天网行动声称是志在抓捕外逃的中共腐败官员 然而其打击的对象则延伸到意见人士 人权活动家 记者和宗教团体等等 保护卫士的报告总结了中共惯用的三种手段 第一种是骚扰海外人员在中国的家人 第二种是派遣特工到海外恐吓劝说目标人员 第三种最极端的情况是直接绑架 前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李刚 就是一名被中共追捕的红色通缉犯 李刚曾因为土地规划纠纷 与武汉地方官员发生矛盾 2009年李刚举家来到美国 他在2020年向美国之音讲述 他曾多次受到中共的恐吓骚扰 报告指出自2014年猎狐行动以来 中共已经从120个国家抓回了上万人 在疫情期间也没有放松 2020、2021这两年共抓回了500人 报告称 其中绝大部分人在回国之后都遭受迫害 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 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呼吁 世界各国政府应该终止 与中共的各种司法合作协议 同时调查中共侵犯他国司法主权的行为 否则更多人的人权将会受到破坏 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有所行动 去年7月 美国司法部起诉了9名 在美国执行猎狐行动的中共代理人 司法部指出这是第一个此类案件 涉及外国势力在美国本土进行单方面违法行动 缓解乌克兰局势布林肯将在瑞士会俄罗斯外长 另外中共升高印太紧张 日本法国将举行2加2部长会议 强化合作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国万优胜游风 使用进口原料制成 已开发上万种产品 游风能够确保机械正常安全的运作 组绝外界污染物并防止漏油 容获ISO品质保证 客制化一条龙服务 他们制造专业第一 国万优胜游风 阿公教我 用心真诚对待玩物 阿嬷叮咛我 别忘记吃好的食物 团圆之时 暖心暖胃 熬至幸福的礼物 浓米欲录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周将在日内瓦会见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缓解无恶紧张局势 美国国务院表示 布林肯将在周三前往基辅 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面 然后前往柏林会晤 德英法三国外长 并于周五在瑞士日内瓦 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 日本与法国将在20号举行 第六次部长级2加2安全会谈 日媒报道 两国的外交国防部长将就抗衡中共 加强印太地区安全合作展开磋商 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 18号正式向外界宣布 将与法国在20号举行 部长级2加2视讯会谈 届时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 与法国外交部长乐德里安 国防部长帕利都将出席 日本共同社报道 这次会议是在应对 中共崛起的背景下举行 日法将针对在 印太区域强化合作展开协商 法国今年上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 印度经济时报报道 法国计划2月下旬在巴黎举行 印太地区与欧盟各国的外长会议 邀请包括印度在内的外长出席 上一次日法外交 国防部长级会议是在2019年1月举行 这次是两国第六度召开2加2安全会谈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瑞珍总和报道 外交向护航为沉默发声 以上是今天的新唐人亚太电视五件新闻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唐杰安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